報告全院委員會 現在繼續開會 今天下午審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呂太郎之資格等相關事項 黨團詢問順序 依民進黨黨團、親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國民黨黨團之順序進行 並採疾問疾答方式 得採聯合詢問 但其人數不得超過三人 各黨團分配巡答時間為民進黨黨團及國民黨黨團各為一小時 時代力量黨團為三十分鐘 在進行巡答前 先請被提名人呂太郎先生說明 時間為十分鐘 請呂被提名人呂太郎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安 今天非常榮幸 因為被提名司法院大法官而到大院來接受審查 有關我自己個人的家庭 求學 還有擔任公職的經歷 請各位委員參與自傳 在這個地方 我請就重點的摘要跟補充 並且就民間團體 以及包含時代力量黨團所提出問卷 關心的問題 做檢料的回應 盡情指教 第一個 我先報告一下我主要的職務 我是民國七十年 大學法律系畢業 同年考上司法官跟研究所 所以後來我先去讀研究所 畢業以後又服役 所以一直到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 我才從司法官訓練所結業 那麼就分發到台中擔任檢察官 一直到八十一年的十月 轉任帳化地方法院法官 然後台中地院法官 然後到司法院擔任人事處長 然後到高等法院擔任法官 到南投地方法院擔任院長 又回任高等法院法官 庭長 然後擔任司法院司法人員 研究所長 法官學院院長 還有司法院秘書長等職務 在這麼多檢察官 法官工作 以及行政職務當中 我今天願意提出三點 跟我們憲法有關係的經驗 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 在擔任法官跟檢察官期間 我非常深刻的體會到 法律賦給檢察官 法官非常大的權力 尤其法官 尤其檢察官 他有主動偵辦的權力 所以檢察官的起心動念 法官 檢察官的一言一行 都會影響到訴訟當事人 或者是訴訟當事人以外的其他人 有利或不利的影響 所以在執行檢察官 法官的職務當中 我們如何妥適地來執行公務 又能夠顧及到當事人 以及訴訟關係人的尊嚴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自信 我從擔任這樣的職務以來 我一向都秉持了一個原則 那並沒有什麼高深的學問 不過我確實身體力行 那我一直認為身在公門好修行 因為我們作為一個執掌國家非常大權力的執法人員 那我們如果能夠善盡我們的職務 那當事人對自己來講都是一件好事 那在擔任檢察官的時候 當時在前輩就流行一句話 他們說當檢察官必須是辦他的案 愛他的人 也就是說辦的是被告的案子 但愛的是被告的人 那麼這個在公務執行當中 能夠照顧到人權保障以及人性尊嚴 我就深深的能夠體會 那麼我也用這樣的一個自己所堅信的一個價值 跟我們的同仁來護免 事到今天我才更深的體會 外界對於司法的批評裡面 有相當的成分是所謂法官的開庭態度不好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對我來講 過去我是不能想像的 但是我今天能夠更加體會社會對這個問題的要求 那麼第二點 就擔任法官的期間 因為法官的審判的這個部門跟檢察官不太一樣 他的部門非常的多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更能夠體驗社會上各種不同的觀點 不同的社會關係不同價值的 在法庭裡面的協調折衝 那麼因此呢 如果讓這個當事人的基本人權受到實質平等的保護 落實憲法意志成為我審判中時時刻刻所銘記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這案例很多 我很簡要的跟各位報告 那我在台中地方法院擔任家事法庭法官的時候 因為在那個時代 因為我們舊的民法規定 妻應以夫的助手為助手 所以就衍生 實務上向來都認為在夫妻旅行同居地的義務的時候 先生有所謂的同居地指定權 那先生到哪裡 太太到就到哪裡 不過我在個案的辦理裡面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規定 非常違背性別平權的一個原則 所以我就試圖從這個同居地跟住所地不同 性別平權的觀念來突破 那麼認為在旅行同居上 夫妻應該是一種平等的義務 那在台中地方法院 我在非常多的判決是採將的見解 那麼其中有一個判決 後來到最高法院 我也最高法院接受 那麼在另案當聖申請的時候 也沿用這樣的一個案件 這個就是後來大法官第452號的解釋 那麼才民法後續就進行非常大規模的修正 那第三個我在擔任新任職務的期間 尤其在司法院擔任人事處長的期間 那麼我們推動非常多的人事改革 譬如說庭長任期制 那終結外界非常詬病的 所謂的萬年庭長的這個問題 那麼把法官的人事簽掉 完全公開有一個規則可以來檢視 那麼讓司法更加的透明 那麼在法官學院期間 我也特別加強憲法人權的一些課程 那麼在擔任民宿長的期間 也在司改國事會議當中配合司法改革國事會議的推動 我們推動了非常多的司法改革的法案 到目前為止已經完成立法了 譬如說包括憲法訴訟法 譬如說大法庭的新制 譬如說勞動事件法 譬如說有關弱勢保護的強制執行法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那麼還有一些已經在大院這邊審查 譬如說人民最關心的 關於法官淘汰機制的法官法 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等等 那麼這個都已經陸續完成修法或者是一個草案 那這些對於人權的保障都有相當的重要 相當重要 那麼關於第三點 對於大法官釋憲的看法 我個人認為從憲法徵修條文的規定來看 大法官是附有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法律命令 還有政黨違憲解散 總統彈劾 還有中央地方權限爭議 地方自治保障等權限 那麼其中關於憲法的解釋 可以講說從實務來看 是在大法官訴理案件裡面佔最多的 所以大法官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從事這樣的工作 其實是我國這個實務工作裡面的一個重心 那我個人認為憲法雖然有175條的規定 但是我們如果能夠掌握他的精神其實很容易理解 整部憲法最終的目的就是保障基本人權 那麼為了保障基本人權 所以就設計了國家各種機關 總統還有五院 那麼為了這個讓人民的福祉能夠增加 那麼所以才有基本國策 所以在整個憲法當中 人民權力的保護是一個核心 那國家權限的分跡 是為了讓國家能夠很功能適應的能夠發揮 然後又避免互相影響之下才做這樣的設計 所以我認為在憲法的解釋上面 應該要讓憲法能夠兼穩定前瞻 平衡實務跟理念 維護多元的文化 那麼也讓各機關能夠更獲得適得其所 這是基本上我對憲法的一個解釋的一個看法 那麼最後有關於民間團體的一些問題的回覆 我如書面 那檢料就在我們公聽會的時候 我們時代力量黃國昌委員特別提到說 我在擔任司法院秘書長期間 黑箱來推動國民參與審判制度 那麼社會人權服務欺騙社會 這點我特別報告 就是說這個我們在委員會 已經用書面來特別報告 可能方委員已經忘記 我們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 都是公開透明的 那我們希望把目前的由法官獨覽審判權 將來由法官跟國民法官一體一統來行使 如果說我們是有為權力服務 應該是為國民的權力再服務 以上特別報告 謝謝 謝謝 現在進行委員詢問 首先請周春明委員詢問 請問 請問 請